大家好,我是天天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排骨玉米汤的做法 汤鲜味美,非常的好喝 这是我买的两斤排骨 16块颜色一斤 先把它清洗干净 控制后放一边备用 玉米切段 再从中间分开 一分为四 胡萝卜去皮之后切成滚刀块 切完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一块生姜切片 大葱切段 锅中倒水 冷水加入排骨 加入姜片 葱段 料酒 大火把水烧开 煮开之后撇去里面的脏末 撇干净之后再继续煮五分钟 把里面的血水煮出来 煮好之后捞出控水清洗干净 洗净的排骨倒入砂锅中 加入玉米 葱段 姜片 再倒入过滤水 盖上盖子先开大火把水煮开 然后再转小火炖40分钟 40分钟之后 加入红枣 枸杞 胡萝卜 再加入一勺盐 盖上盖子继续炖20分钟 时间到之后打开看看 哇 蚊子都好香啊 看着非常的有食欲 撒上葱花点缀一下 满美味的玉米排骨汤就正好了 汤鲜味美非常的好喝 喜欢的朋友也在家试试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